黑天昂我們就聽得多了 灰犀牛你有聽過嗎? 美國一位學者提出灰犀牛理論 致出金融市場上的風險一直都存在 只不過人人都選擇對它視而不見 亦都沒有採取足夠的防範措施 結果就導致危機發生 灰犀牛理論是由米歇爾·厄克提出 將灰犀牛比喻為金融市場上的風險 他假設去非洲大草原旅行的時候 見到一隻犀牛沒有什麼出奇 但當你興奮忘形 想走近與犀牛Selfie的時候 你才發現這隻犀牛 亦都同時發現了你入侵它的地盤 並且隨即向你發動攻擊 當一隻兩噸重的巨型犀牛 以時速64公里的速度衝過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一切都太遲了 後悔當初當導遊的警告是耳邊峰 米歇爾認為金融市場上面對的風險 與預見灰犀牛的情況類似 指出黑天鵝是無法預知的事件 但灰犀牛就是顯然異見的威脅 而金融危機就是一班灰犀牛衝撞過來的結果 他以2008年金融海嘯做例子 指出早在海嘯之前 市場上已經出現很多警號 但投資者仍然麻木投資房地產市場 結果爆發次岸危機 導致不少人血本無歸 米歇爾認為 投資者與其擔心八年一遇的黑天鵝 倒不如應真看待 早已潛伏在金融市場的灰犀牛 但他指出 一般的投資者、企業、銀行 以至是政府有關當局 一直都對存在已久的問題 視而不見 閉上眼就當看不到 以為問題不存在 又或者是對市場的前景預測過於樂觀 過分依賴正面的訊息 結果都會導致悲劇發生 更加致命的是 很多掌握金融命脈的機構和首長 往往都對危機束手無策 沒有任何的補救措施 米歇爾指出 既然金融市場上的風險是無可避免 投資者就唯有及早認清灰犀牛 做好風險管理 自保才是上策 回顧近期的港股和美股持續做好 道指和恒指都相繼創新高 令市場的氣氛一片歌舞升平 不過市場的泡沫是否又已經形成了呢? 灰犀牛是否已經越走越近 未來又有甚麼風險需要留意呢? 後市我自己都覺得 第二天看好 問題就是在這段期間 我想大家都要繼續留意外圍的形勢 今年底前 美國的稅改是怎樣呢? 而這個稅改直接會影響到 明年美國的加息的幅度 另外明年在歐洲 我想經濟方面我又不是太擔心 反而要留意意大利的總統選舉 這個對於脫勾方面 又會引起到一番的揣測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黑天鵝 機會應該是小的 但大家又不要忘記這些因素 今天晚上有個十分之下 有時候就不要理解 看這個嗎? 你不想跟我們不想要 有時候會有些人 有時候會有這些 有時候會有限 有時候會有什麼 有時候會有 有時候會有